十年前看十八歲以下的糖尿病人 他可能會告訴你 他看十個十八歲以下的糖尿病人 以前來說 有六七個是第一型的糖尿病 但今天他會跟你說 十八歲以下 他看的糖尿病人之中 可能反過來 有五六個是第二型的糖尿病人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我們社會的附屬 已經有上一段歷史 我們知道 譬如小孩子的肥胖 已經不是說十歲八歲的肥胖 其實可能一兩歲已經肥胖 已經開波 開到 譬如說小學生 如果大家有掌握知道 香港小學生 五個之中有一個 小四至小六 五個之中有一個 是超重的肥胖 當他在這個年紀 已經開始超重肥胖 他有肥胖 人生剛才說的疾病 就會在好早期出現